河北彩花瑞欧 谢谢台湾 谢谢TRE 中国国旗 这是最好的三天 甘温爱心 台湾 中国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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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搞得我好乱 女优不容易 财路不能断 河北彩花谢谢台湾但贴中国国旗 我爱你 彩花你要确定呢 日前河北彩花和东洋A级女优 来参加台北国际成人展 引起骚动 还有人拍到声帐粉丝在现场抛下电动轮椅 站了起来呀 他回国后在微博扑感言 嘴上说谢谢台湾 但诚实挂着中国国旗呢 此举引翻台湾网友议论 吴氏夏英春又小吵了一架 无独有偶 不止河北彩花 人气颇高的小小虎男也无法炮制 还有新有菜 提台湾放周国国旗 凉森林梦提台湾放周国国旗 你有带到国旗或核桥吗 女优言不由众是有苦衷啊 知情人士指出这是各经纪公司 与日本特地非盈利活动 法人智慧财产振兴协会下的指导期 准治正确两方都不得罪 中国虽近情色产业 但港澳博弈市场 还是青睐这些女优拍广告 事实上他们在已经改名叫X的Twitter上 就聪明地挂回了属于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旗了 该说女优们不会跟前过不去 身段柔软面面俱到吧 本土网友打趣的回 她就算放我们的其中国网友一样看了 哎呦言之有理 大家就别怪彩花了 毕竟她姓河北而河北省在中国 三立娱乐新闻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